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送巧克力不需表达爱意 日本情人节话方便了 参考消息晚2月12日报道 日美称2月14日是情人节 在日本,从1月下旬开始 百货商店、蛋糕店、超市和专卖店等 就大张旗鼓地设计了巧克力专柜 热闹非凡 为迎接情人节 日本东京营作一家百货店 推出高跟鞋造型巧克力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月11日报道 情人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罗马帝国时代 在欧洲情人节时 恋人之间附上卡片 赠送葡萄酒和香槟 以续爱意 据称 英国的甜点商家抓住这一商机 开始销售用于赠送的巧克力 这似乎成为情人节的开端 在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 女性向男性赠送巧克力的习惯流行起来 到上世纪70年代 在日本社会全面固定下来 据报道 一些巧克力商家为了刺烧开始积极采取行动 在日本情人节也因此变成赠送巧克力的日子 每年在1月底至2月14日期间 大量巧克力被出售 在日本 女性给喜欢的男性 比如丈夫 恋人 或希望之后成为病人的人 赠送的巧克力 被称为本命巧克力 与此相对 像公司里 并无恋爱关系的男同事 和在工作中打交道的男性赠送的巧克力 则被称为一粒巧克力 赠送一粒巧克力的对象 并非喜欢的男性 而是存在工作关系的男性 属于不得已才赠送 看起来可怜才赠送 在日本经济泡沫时期 很多女性购买20盒30盒 乃至更多这种一粒巧克力送给男性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